医门已经完全瓦解了总督的势力 您对这次处理的结果还满意吗 凑合吧 师父让我问你 是否愿意去荣城做总督 算了吧 没兴趣 是你 真的是你啊 我早说了 是你不幸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了 那个人是你找的托把 一门是什么鬼 不是他编的 嗯 我觉得也是 还有这有那么厉害 他怎么能在我们红家当这么多年的狗 爷爷 您怎么能这么说一天呢 您不是看我喜欢他才让我嫁给他的吗 哈哈 红小叶 你心里就没有那么一丁点数吗 我们红家 向来都是重男情 从你一出生的时候 就没人打你了 什么事 当初就是因为没有世家看得上你 所以你就算是嫁给一只哈巴狗 我们也不在乎 哈哈哈哈 小雷不得无礼 不过 小一 现在你有利用价值了 既然这个大人我看上你 你就是给他做奴婢 也要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啊 小一 你还是趁早跟这条赖皮狗离婚吧 董事长 荣城总督公署的周监视前来拜会 哦 太好了 现在总督不在了 这个周监视 现在就是荣城的一把手 这是要重点关注我们红家 快快有请 不 亲自迎接 周监视大驾光临 我们红氏集团真是蓬碧生辉啊 哈哈 您您是陆先生吧 真是年少一回啊 是我 找我干什么 一天 不得无礼 这是周监视 还不赶快起来 混账 太没有家教了 上司 当着陆先生的面大呼小叫 你们红家人都是什么没有教养的 不敢不敢 陆先生 现在荣城群龙无首 需要您出来 主持大局啊 我这种小人物 怎么配啊 哎呀 哎呀 您别开玩笑了 有一门这层关系 您自然是当中无愧啊 一门 一门是什么东西啊 你谁啊 我扔你很久了 混账 我划过最深门的门派 也是你这种大众干顾骨骨的 哎哎 这周监视周监视 请息怒请息怒 周监视 周监视 我确实不知啊 你们这些小人物 当然不知道一门的强大了 你放心 你当了总督之后 所有的事情 我都来替你办 不劳您费心 一天 你快答应他呀 这这这 以前呢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轻视你 好吧 我凭啥听你的 你算老挤了 你想做 你去做呀 你和周监视说 周监视 周监视 老熊毛随自己 我来做这个宗族 怎么样啊 哼 你以为这总督之位 是个烂白菜啊 谁想做谁做啊 哼 你个老东西 你也配 哼 我觉得这总督之位 连烂白菜都不如 哈哈 你 你说的都对 在你眼中 自然是烂白菜 我还请你驱踪 我怕这荣城 迎来遗门的报复呀 一天 要不你去做总督吧 这样咱们也不会被欺负了 好吧 那就你做吧 这 怎么 我说话不好使吗 好使 好使 那就让夫人 做总督 做总督吧 做总督 那就成为荣城第一任 女总督了 感谢曾三爷的收留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我们征将 有了总督的势力加入 必将飞黄腾达 哈哈哈哈 依我看 超越燕城三大家族 指日可待 那个 总督 三爷 陆一天那小子 到底要如何对付他呀 这次我的势力 被一股强大的势力赶出来了 难道 这小子背后 有如此大的靠山 哈哈哈哈 你们呀 是不知道 不是这小子有势力 是他媳妇啊 被大人物罩子呢 所以我们这次再动手 只针对这小子 就万无一失了 哈哈 好 这次有了曾三爷的助力 咱们合力一起弄死这混蛋 不会吧 来了这么多人 你们是来抢我包子吗 说废话 臭小子 这次 就算你是玄机高品 我们也弄死你 小子 你竟然敢得罪我增加 不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哼 我们三个玄机中品 完全可以控制你 今天让你尝尝什么叫可怕的地狱 哦 可是我还不动手 我还不动手 我还不动手 不动手 哈哈哈 痛手 这下子动才不得了快动手 哈哈哈 小子 你不是挺牛逼吗 来啊 打我呀 呃 这辈子疯我 这刀 总是上几天 哎呀不好 我可不准备都得咬了 哎 可可啊 我打斗气 你 你为了 我划过 多少年没见过第几高手了 哎 老小家 老高人 你牛逼 我再也不敢得罪你了 别呀 我打过你 已经很疯狂了 我还想更疯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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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家 哎 老小家 老小家 你也出了气了 曾少 是我曾家老祖最喜欢的孙子 收下刘晴啊 曾老祖算什么东西 他的孙子是人 别人的孙子就不是人了吗 我要不比你们强 老小家 早死在你们手里了 今天我就要宰了他 看你们谁敢拦我 小辈 你早死呢 老祖宗就救我 啊 老祖宗出关了 哈哈哈哈 我们虽然都是地鞠下 可我的功力军生 看我怎么样一根一根的把你的骨 转斗摘下来 老祖宗 老祖宗 怎么这样 老匹父 你不知道一门的斗气 攻击被碾压吗 一门 一门是什么门派 真让人无语啊 你们曾家能在燕城做伤世家 完全是靠运气的 算了 也许你们燕城的世家 都是酒囊犯袋 今天起 我就让你们增加 消失 你做梦 咱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 弄死他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咱们死 啊 老祖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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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什么世界真没劲 哎 这一门独有的斗气果然厉害 这曾家 又彻底都被毁灭了 哎 曾老头这个蠢怪啊 区区低低下皮 就像纵横天下 结果被一门的势力吞变了 哼这是活该啊 不过啊 这个事件 这曹风亡糕弄了很久 这天 也给 Understand ysz 放号店 快看 可以食游呢 哎 雪还真止住了 我为什么要救啊 为什么不让我死 我知道 我过得有多难吗 兄弟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 其实你没有那么弱 不信你试试